他的中下線都有一個很漂亮的CC級可以做這個CC拳 就中路是一個魅惑 下路是一個就是死亡判決 所以基本上那個費德迪克即使有恐懼這麼好的反手技能 他恐懼的時間 出得以恐懼的時間其實已經就是一命烏虎了 你已經被拉R 你也不可能恐他 就是費亞已經拉R跟你拉起來一條命運的紅線 其實你也沒辦法恐他 那你等他砸完之後那個CC連發 然後全部結束以後你在恐他已經是為時已完 加文真的是要跟他硬冠 紅金鏈也克了下去 這一波換血確實是幻贏了鱷魚 可是鱷魚又有怒了 他在等CT 然後他要去砍小兵吸血 對 他在小兵中Q兩下他的血量就會回大概150滴左右 而且阿里也前往上路支援 對阿里這邊繞過來 有沒有機會 這個大絕魅惑 大絕魅惑是比較拼一點點 對 是先B出了這個EQ 因為他 如果是加文看到第一個時間一定要交出EQ 那這邊 其實我覺得剛那邊費愛也到了 4個月